這個紅酒杯看似沒什麼特別 其實它有很大的學問 這個紅酒杯叫紅酒禮儀杯 只要遵循喝紅酒的方式 倒入正確的刻度 就能優雅的喝紅酒 這根本就是葡萄雞啊 哪是紅酒 但如果你想貪心的喝多一點 紅酒就會從禮儀杯下方流出 直到一滴不剩 讓你一口也喝不到 我的葡萄汁 這個紅酒禮杯是以紅西原理所設計 運用管內兩端一體壓力差產生現象 杯中暗藏一個連結到杯裡的中空通道 當水倒至中空通道的最頂端下方時 水不會流出來 是因為管子的兩端內外相通 皆承受相同的大氣壓力 當倒入的水超過中空通道頂端時 管子兩端壓力產生變化 水就會被擠壓開始往低處流 直到全部流光 看似普通的高腳杯 卻蘊藏這麼深的含意 利用科學原理告訴世人正確的態度 不可貪得於業 不可貪得於業